哈喽每日八卦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成 最近陈情令正在腾讯视频热播 我在里面实验蓝景仪 请大家多多关注这个皮皮的小孩吧 我觉得景仪是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她在如此森严的家规的姑苏蓝室 她还能活得这么洒脱 就很真吧 然后她说话不喜欢拐弯木脚 然后很直的一个脾气 挺相似的 因为我吸引的每个角色 当然都有我的一面 我也会像她特别直爱政分明 然后特别可能有时候会传点货啊 那种我太爱她了 我不忍心吐槽 我就觉得谢谢景仪你 这么的洒脱 这么的活泼 然后这么的肆无忌惮 然后让这个角色特别的鲜活 我觉得陈情令最好看的地方 应该是剧本吧 因为在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特别的饱满 不管包括微物线也好 蓝网机也好 也包括我们下面的这些 都很饱满 然后一群饱满的人在一块演戏 就会特别好 小苹果 我记得当时拍伏魔店的时候 有一场戏就是我们各大修士 要跟傀儡对打 然后那场戏就是我们站在一个队里面 对面是傀儡 然后这边是我们重修士 然后那场戏是导演喊 好 开始 结果对面叼威亚的傀儡一下就把我砸倒了 真的 那个威亚一过来就给我砸倒了 然后当时旁边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们说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突然一群人围上去了 结果我就被压倒在地上 衣服都被踩坏了 那场戏 我觉得他们特别好 我们在现场 我们的氛围会特别的轻松 然后他们相处起来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然后大家在一起开开心筋的 这样有一个轻松的氛围 所以我们拍戏就会特别的顺利 我在每一个角色 接到每一个角色 拿到每一个剧本 我都会做提前的功课 然后在陈其林的时候 我当然会去翻阅之前的一些相关的援助 然后身边也有一些之前陈其林这个粉丝 然后我会跟他们沟通 然后自己也写了人物小传 有趣的事情很多 就比如说当时拍伏魔店的时候 距离我们酒店的车程其实很远 就单程就要两个小时 来回就差不多四个小时 一般我们早上出工过去拍了一天 然后到晚上很晚的时候 我们又要坐两个小时回去 因为那个地方的戏其实是消耗挺大的 包括一些有一些打戏 然后棚里面也特别热 但是我们几个小辈 我们因为当时是坐一辆车 我们在晚上收工回去 我们在车上抱海 放着音乐各种摇各种摆 就会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就那段日子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但是我们苦中作乐的感觉 就觉得特别好 当然是很开心 大家很多人认识我了 然后也有很多人关注到我了 这一点我是特别开心的 然后但是这样一来 我觉得我也要更加的提升自己 然后对得起你们的喜欢 对得起你们的关注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孩子 可能都有一个演员梦吧 因为从小我们接触一些电视剧 看到电视机上面一些画面 大家都会有一个演员梦 我大概是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思想也不够成熟 在我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差不多能独立思考了 我看完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讲演员 从一考开始那种种经历吧 然后看完之后我就决定了 我想试一试 当然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不管是哪个职业 都没有一帆风顺 都会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可能像我现在 刚入行不久的新人来说 可能会遇到一些 比如说困难也好 我认为它可能没有一个标准吧 但我觉得首先你要用心的去感受这个角色 你还要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带入这个角色 因为如果一旦你进入了角色 你特别真实的 所有东西出来都是对的 用心去感受 我能说 可能我接触的每一个角色 到后面都不会离开自己吧 因为在接触一个角色的时候 首先 我自己是有那个角色的一面的 所以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对 所以这种相同点 是一直会保持下去的 因为 我们就是一个人 当然了 我特别爱用自己的表情包 当时有一些粉丝 跟我做了很多表情包 然后每次 比如说我跟朋友聊天 我就会发 比如他说了一句话 我要反驳回去 我就会发的那个表情 收声 然后与你无关 各种我都会发 有点 我这人还挺皮的 缺点 太皮了 我觉得首先有一个是 雅正吧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网瘾少年 第三个 行走的表情包 我之前玩了一个游戏 还玩了一段时间 然后今天早上 他们的官博 ate我了 就直接 把我圈出来 发了一条微博 我特别开心 就其实我这样 大家可能 我说出来 大家可能不相信 其实有时候 我还挺爱看书 还挺爱看电影的 但并不影响 我的性格 我喜欢剧烈运动 就是剧烈运动 消耗会特别大 然后这样 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吃了 某一类的 可能我想挑战 反派多一点吧 就是那种层次比较多 然后比较复杂的一些角色 最近剧烈又上线了 我知道你们要 加班加点的 为我制作表情包 然后你们可能会熬夜 多吃青菜 多补充维生素 不要长黑眼圈 辛苦你们了 谢谢你们喜欢我